中文字幕——YK 在这种怀疑当中 你不能表现出你自己的意图 特别是音乐 你是要非常明确 为什么叫做有个性 每个人有自己的特点 艺术是非常注重这一点的 李云迪在欧洲舞台上 发放出澎湃的音乐动力 也向世人展示出 中国新一代音乐家的强大力量 西方的音乐在亚洲发展是非常快 特别是中国的话 现在大家有这样的经济实力 家庭有这样的条件 而且对音乐的了解也慢慢的增加 所以说应该说还会有更多有才能 这也说明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这说明一个人的成功不代表不算什么 应该说以后是大家一说古典音乐的话 应该都是属于最厉害的都在东方 在亚洲 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 一次演出占一次演出 掌声为李云迪的生命 添上丰富的色彩 但成功背后 绝对不是一条平坦而行的道路 我们生活在世界上 一种直播的文化 这些年轻人们更加艱难 因为他们突然 从无数到超级星星 然后五年之后 他们可能再次变成无数 世界是新的 越来越新的 越来越你越知道世界 越来越想越世界 越来越你越想越人 越来越人的交流 越来越你越爱越 越来越你越胸壞了 这一切是 让人变成了一个更好的音乐 目前了解到我这个年龄来讲的话 还有很长的时间了 而且我也取得了一些很好的成绩 带了更多的动力 让我可以更自信地去发挥我自己的才能 没有什么东西是一下子可以直接到顶的 如果到顶摔下来是会很惨的 所以说我觉得目前我还是要打好很好的基础 一步一步的往上走 传奇总有一天终结 追求艺术的道路却是永无幽子 接下来是港台制作的《女人多字在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